好吃又好看的花开富贵虾来了 吃了富贵虾个个笑哈哈 学会它这绝对会是过年过节 招待朋友的一道硬菜 让你秒变大厨被人夸 先把粉丝用开水给它泡开来 今天买了这个黑虎虾来蒸 清洗干净后 先来给它包壳留尾 先给虾开个背 开深一点 再给它翻转一下 用刀尖开个肚子 切记肚子这个口得开小一点 就像手指头一样大小即可 再把虾尾从肚子这个口给穿过去 再把虾尾给它撑开就可以了 把粉丝沥干水分 拿出一小撮粉丝 再两根手指绕几圈即可 把绕成小圈的粉丝放入盘里 把虾放在粉丝上面 绕出来的粉丝中间有个洞 正好可以把虾卡住 这样一个接一个 一下子就搞定了 剁点蒜末辣椒丁加入少许盐 少许鸡粉 小半勺白糖 来两圈蚝油 适量生抽 把调料给搅拌均匀了 给它淋上热油激发香味 蒜蓉酱就调好了 太香了 把蒜蓉酱均匀地淋在 每一只虾的边边上 给它放入蒸锅 水开盖上盖子 给它大火蒸六分钟 好了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 扑面而来的鲜香味道 太鲜太香了 给它撒上葱花 淋上少许热油 让它掀上家乡 花开富贵虾就搞定了 好看又好吃 让你秒变大厨 个个夸 学会了吗 学会了 赶紧去试试做起来吧